这是刚后寄过来的一个电源 知道什么报警 检测一下 这是什么系统 这是一个电源 先给它通过24部电 证明它24部没有短路 大概要报警 证明它没有连接下一个驱动器 来测量一下它的这个模块有没有短路 这边正常没有短路 连而报警再给了风扇坏 然后来这再看一下它风扇到底有没有停转 那说明它不是风扇停转的问题 它这里边检测有问题 现在把它拆开 现在就可以把后扇拆住了 这块鞋在这 这儿不再落 好 鞋 这个F系统的这个驱动 它一些之前一些版本 都是直接下这儿横着的 现在需要竖着 把这个小的打扣 现在把这个小平原板拔掉 这是个逻辑芯片 这个风扇的所有检测信号 全在这里边 嗯 插上 抬起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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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 炸 这个 这个 然后螺丝 这个风扇也需要开花 把这个拔开 两边都需要拔开 轻一点 OK 对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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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放下一按 OK 现在可以看到已经没有报警了 报警已经消除了 我们现在给它接上这个支流电 准备测试 好 看 好